好,各位老师,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就是有一个软体叫做AirServer 这个软体 那AirServer这个软体呢,它可以把你iPad的萤幕 或是安卓你的手机,安卓手机,iPhone手机的萤幕画面呢 投影到电脑或者是笔记型电脑 或者是教室里面的PC上面 那就可以呢,做更多的应用 这个AirServer呢,是这样 你就在Google上面打一个AirServer 它的好处呢,是这样 它的功能强大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 那它功能呢,强大的地方是说呢 它可以,比如说它可以从你的iPad投影到 这个叫做大电视或是大型电子白板 那再呢,你也可以就是在简报的时候呢 从你的笔电这个投影出来 那或者是说呢,或者是说它这边有一些介绍 那它跟Apple TV不一样的地方 Apple TV也可以 那可是Apple TV跟AirServer这个软体呢 差别在于说 这个Apple TV呢,它只能 把iPhone跟iPad投影出来 那AirServer呢,除了iPhone跟iPad可以镜像输出之外呢 安卓也可以 可是Apple TV不行 那我刚刚有说过,就是Apple TV呢 有时候它会挑线 因为呢,这个Apple TV如果大家有用过的话呢 它是使用的是HDMI的线 HDMI的线 那如果你这个HDMI的线呢 是直接接到教室的投影机的话 那是没问题 不会挑 而且呢,这个Apple TV 它就是厉害 它在iPad跟iPad切换 如果你有两台iPad或三台iPad来互相切换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好处 它完全不会lag 它完全不会lag 那这是Apple TV 那这个...但是问题是它的缺点是在于说 它有时候会挑...挑线 挑HDMI的线 那什么叫挑线呢? 就是说,我们教室里面我们知道有时候在黑板下面的会有一个盒子 那个盒子呢,会有HDMI的一个接头 那这个接头呢,有时候你接Apple TV的话 有时候可以用 有时候不能用 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不能用 这我不知道,就要看运气了 那这AirServer的话呢,是都可以用 而且它呢,效果蛮好的 它不带iPhone、iPad可以 但是...而且安卓的也可以 Mac也可以 Windows呢,也可以 所以呢,它其实... 呃...它其实呢,这个... 功能蛮强大的 功能蛮强大 那它连线的方式呢,是用WiFi 也就是说呢,你首先呢,要在... 比如说我现在要把我的iPad 投影到我的笔记型电脑 我的Mac上面来 那这个WiFi呢,就必须要接同一个WiFi 就是说你这个两台机器必须要接同一个WiFi 呃...然后呢,再来就是说 呃...你就是... 把... 两个WiFi都打开,然后从iPad这个地方 镜像输出到你的Mac 那这个AirServer要灌在哪里 就是灌在你的电脑上面 你要灌在你的笔记型电脑 灌在你的Mac 如果你在教室的话,就灌在教室的电脑里面 那如果你要下载的话呢 就...你就...这个搜寻...这个AirServer 然后呢,你就可以...呃...把它... 这个地方有一个Download AirServer 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呢,就可以...就可以...呃...使用 但这个呢,请注意一下 这个你如果要投影的话呢 它...呃...14天试用版 14天试用版 就是...呃...试用期 14天是不用钱的 那再来呢,就是说 你可以买教育版 教育版呢,是7.99美金 7.99美金 那这个是呢,呃... 它...你只要有一个... 教育... 就是说,学校的email帐号 或者是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帐号 或者是呢,这个... 反正后面是.edu的这种就可以了 那这个的话呢,你买教育版 教育版的话就是... 7.99美金,差不多是...呃...240块 240块就买断 或者是说呢,11.99美金 就是大概是360块就可以买断 那如果说其他的...像商业用途的话 它就会比较贵 它就会1000多 那是什么呢? 就会比较贵的